考上名校的学霸在小学有什么共同的特征? 如果小学生放学回家做这三件事,很容易就能考上名校, 因为这三件事就是我小时候经常做的。 我就是用了这个方法,直接从班里倒数考进了年纪前五名。 妈妈们能够刷到这个视频真的是非常的幸运, 赶紧点赞收藏,转发给孩子看。 你家孩子肯定也能够做到。 第一点,其实很重要,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, 就是回家之后先复习再写作业。 你先复习再写作业,看起来好像是浪费了时间, 但其实效率是提高了。 第二点也特别的关键,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, 他会进入到一个非常专注的状态,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用计时器, 你就把写作业当成考试一样, 千万不要翻书,也不要看答案, 等到计时结束以后,你再去看答案。 很多孩子说一到考试就做不完,考不好, 其实就是答题节奏和答题速度有问题, 这个就需要平时多去训练。 第三点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, 就是一定要有错题本, 我身边那些能够考上一本大学的, 没有一个不用错题本的, 但是很多孩子呢, 他知道有错题本这个东西, 就是不会用, 也没有发挥出错题本真正的效果, 那么具体到底该怎么用呢? 下次我再告诉你, 关注小爱老师, 让您家孩子快速开窍, 轻松拿高分。 而且可以制作用决策 two, 你可以制作用决策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